你知不知道 就因为你的一句话 行里损失一个黑金的客户 你凭什么信口开河 还敢挑方宇金融产品的刺 你知不知道 这方宇集团的邱总是谁啊 我就不明白了 你工作没几天一个客户经理 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这跟胆子没有关系 谢谢 方宇的产品确实有问题 分析报告我也交给你了 但凡你看过一眼 你就会知道我说的一切出事 少给我来这套 告诉你 邱总 那是我们行里的重点合作伙伴 手里几百亿的箱 你现在出这种岔子 一旦影响了行里跟他的合作关系 你担当得起吗 我只知道作为客户经理 我的工作是维护客人的利益 我不肯推荐客人去买一个有问题的信托产品 这也不符合我的职业凑手 你 好 很好 好 我觉得我们这儿容不下你这尊大福了 我希望你立马走人 我现在就在你们银行附近 你什么时候下班啊 我可以来接你 我今天要加班 可能得晚一点回去 加班 你民航一到点系统都关了 你加什么班 陪 培训 我们这儿还有培训啊 这儿说要培训 这培训 你现在在哪儿 你那边好吵 你再说一遍 那他们把你怎么了 没有 我就觉得这工作也不太适合我 你刚刚是说 你甄别出了一款有问题的产品 帮客户规避了一次财产受损的可能性 帮银行躲过了一次潜在的危机 但是 你因此而失去了工作是这样吗 你要这么说也没错了 这款坏蛋 老贾 小泰 刚刚邱总来电话了 她说对于我们这次 把这个信贷产品的销售取消 她非常的不满 前两天她才说好了 这周可以给我们引荐新能源项目的负责人 这家炮汤子 你负不负责 负不负责吧 你别激动 行 走 走 老贾 喝口水 走 走 喝口水 老贾 这事吧 我说我能负责 你信吗 还有啊 你不能老拿这个项目威胁人啊 我听说 这个项目你跟了很久了 你连项目的负责人都没见面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谈的 不过啊 咱们帮方雨发这个产品 发了好几十个亿了 小蔡 你说这个话 你什么意思啊 啊 我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虽然这个产品是咱们行代法的 但是他们方雨的产品 我们都是推荐给双金客户的 如果客户知道我们推荐的产品有瑕疵 那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有瑕疵 啊 方雨那是老牌的金融公司好不好 好 对了 我好像听说那个什么叫杨华的 是你播客录取的吧 哎 我很好奇啊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他工作也没几年 就能塔尔黄池堂客户经理 给产品挑刺儿 我录取杨华 是因为我知道他有能力胜任这个工作 而且我告诉你 别说区区的一个客户经理了 他在北美最好的金融公司 当分析员的时候只有二十二岁 哎 我敢保证啊 杨华说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你能保证 他说错了 你负责吗 你负责吗 人都让你开除了 你还想怎么样呢 啊 干吗 蔡经理 赶紧出来一下 怎么了 杨华 杨华她回来了 她回来干吗呀 她回来得正好 我正好找她 哎 你怎么来了 你谁啊 您请坐 我是杨华的太太 这些年轻人真会玩啊 自己工作上好像出了问题 找自己老婆来出头 作为男人 我都为你丢人啊 您怎么称呼 我姓贾 您是银行经理 就是您辞退我先生的 嗯 可以请您跟我说说辞退我先生的理由吗 你还好意思问我 你怎么不问问你老公干了些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赶紧地跟邱总低头道歉 收回你的不当的言论 纠正你的错误 否则 这一切的后果 还有经济的损失 都由你来承担 你知不知道 从小 我妈妈就教育我 做人要讲道理 懂规矩 尊老爱幼 吃饭不能发出声音 说话的时候 不能用手指别人 后来我发现 原来有些人是没有人教的 你妈谁呢 你妈谁呢 贾经理 您对于法律方面 好像不是很了解 劳动法规定 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 可以辞退员工 一 适用期内 不符合录用条件 二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三 严重失职 循私舞弊 给佣人单位造成了重大伤害 四 与其他佣人单位签订劳动关系 五 按规定 劳动合同无效 六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请问您 杨华他违反的是哪一条 二 请您想清楚再说 杨华他对于外部金融单位 托银行发布的产品的风险 提出了合理的质疑 请问他违反的是哪一条 他 那根本就不是他的工作 客户经理的工作之一就是服务于客户 这是对银行负责也是对客户负责 请问 如果这都不是他的工作 那什么才是他的工作 你 你这是胡搅蛮缠 您这才是胡搅蛮缠 劳动法规定 在试用期内 就算用人单位发现劳动者不能胜任该岗位 也不构成辞退理由 公司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岗位培训 这是用人单位的义务 就算你们想辞退员工 也必须提前30天以书面行事通知 并且支付劳动者 该段时间内所有的劳动所得 贵公司现在的所作所为 已经违反了劳动法相关规定 众彩院新闻媒体 您想走哪儿 我们奉陪到底 不是 你到底是谁呀 好 我是浦江成语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 我叫秦施 你欺负我的人 也要先问问我 同不同意 走吧 请律师 秦律师 书会在这儿呢 不早说 就是 来 今晚回去好好陪媳妇吧 太厉害了 好 秦律师 果然是你啊 我们又见面了 你在这里做客户经理太可惜了 要不要考虑来我公司 今天是 处理好